的关系你可以看到说现在换方plus可以非常轻松的边线前推之后 然后来抓你人少的一边 是的 我们有一个开车 我们有两个开车 是的呀 一个摩托车 现在虽然现场的观众也在给G2加油 但是我们从一个上级视角来看的话 帮麦拉现在的优势其实足够大 是的 我们需要在中期再给予对方压力 现在就是什么 大龙刷新这个节骨哑上 不能出现失误 下一波大龙刷新之后把视野做好 逼迫G2过来接一个烂团 G2现在想翻 只能是拿一波团家的胜利 还得拿下大龙才就 天宝被打断了 现在还是机会一个球头 站了一下对面 拱点开车过来 直接秒掉球头 这里加里要有机会吗 凯亚能配合都有劲吗 直接开一个秒秒 打不了差不多一个 这个阿西有点狗 还开了个风墙 自己把自己给卖了 又是同样的剧情 好像还是同样的位置 然后大招之后直接被击杀 下路两个人 我觉得Yankos跟Mikis 他们的野斧 已经完全 他们自己炸了 他们自己炸了 完全被Vonbrother的野斧 完全的压制了 这是野斧的压制 差距太大 而且现在直接拿下几条风龙 因为现在还没大龙 如果刚才有大龙 这波甚至可以接下来大龙了 对的 两边的野斧 我觉得差距真的太大了 真的大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一场在压线上面 获得比较大优势的Vonbrother 其实还是没声音 对的 就这个队 我觉得还是得看Yankos在节奏 其他人在节奏 不顶事 我突然打断了一下 但是小天的反应很快 我看到对吧 这边直接憋在这里打 然后后续开始追击 这波林领强下来 拖了一点时间 阿西闪现好像差一点点 他平时不应该放这个风墙的 对 回来刚好被超风墙了 对 他闪现我不会差个几秒钟 阿西闪现 那这把牙锁就真没用了 我觉得 牙锁快乐了 因为这把我们是一个肉搏战 肉搏战牙锁其实没那么夸张 因为他进场吃到的伤害 差不多就致命了 这我们这边的AOE 包括什么 加里奥这一手 阿西我们都很肉 对我们又肉 然后控制输出能力又强 你这种牙锁 他不像打SKD那一场 知道吗 对 都是一些比较脆的角色 那一场我记得 对方是有一个 维鲁兹之类的东西 齐亚娜维鲁兹 那这场AOE的牙锁 是绝对没有 那一场的输出环境好的 对 没有什么发布空间 那现在是回去以后 8比1 再加上阵容 现在康姆拉的这个优势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 慢慢来 我跟你说这把只要 对方是说的 感谢观看